像这样的活动 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完成 是一个团队完成 甚至是国足荣耀 对 我们就邀请非常多台湾 最有经验的这一些顾问团队 有早期在推动海外攀登这些顾问团队 然后每个月训练 每个月开会 然后做很多的一个研究 那什么样的路线 甚至我们的队员是出发前 在龙总 高尾峰 高医师 会帮忙做检验 每一趟回来再做检验 然后就做追踪 你的身体在高海拔 再下来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都要观察 事后还要在这一宗的 等于是一个跟医学结合 跟科技结合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感动 跟创意就是 我们做了一个小创意就是 这辈子 下辈子 你可能没有机会攀登圣母峰 但是如果你愿意上传一句祝福的话 或是一张微笑的照片 那我们会带着台湾人的微笑 把它组合成一张台湾的地图 带着台湾人的祝福 共同登顶圣母峰 天啊 回想起来都觉得还是鸡皮疙瘩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 而且需要大家的力量 才有办法去完成的 那一趟您带着你的太太 去到尼泊尔街这些队员回来 据说你是一到机场 这眼泪就一直溢 一直掉 对 就控制不了 爱哭的大男孩 不过后来不单单是如此 在2011年的时候您又进一步了 这一次你的目标更大 八千米攀登计划 是 全世界有14座八千米的高山 那这些八千米的高山 在那个年代 都还是很少人去接近 那当然台湾当时只有攀登过几座 就圣母峰最出名的 然后西霞帮忙 左傲优大概就这几座 那后来当然李小时 也攀登了几座 那其他的都没有人去造访 于是欧多纳就想 要跟世界更加接轨 要爬更困难 更不容易亲近的山岳 于是也因为这样 我们跟很多国际队伍 结下了非常好的情谊 那在2011年就开始展开 这样更辛苦的活动 跟探险跟挑战 那在山上也结交了 非常多的好朋友 也因为台湾的登山实力提升了 加上每年我们办的8K club 就是不是真正爬八千米的 每年都训练好几十位 台湾的年轻的攀登者 只要你是对这种探险 高海拔挑战有兴趣的 只要你出一万块钱 其他费用欧多纳来出 来做非常棒的训练 那为什么这些队员 要出一万块 有部分钱是你自己掏出来的 你会用心学习 真的 免费的 就是会没有感觉 老实讲你不会在乎 所以也因为这样 现在台湾海外攀登 跟海外践行 蓬勃发展 那当然这几年 因为疫情就比较停滞 对 在山上也发生了一些 刻骨铭心 然后非常惊险的故事 您最难忘的是哪一件事 在2012年 我们带着台湾的攀登队 去布罗德峰 世界8051 这样的一个高峰 那一位队员 在即将登顶前 就很可惜的 手套掉落 手套掉落它必须要下撤 因为一定会冻伤 必须要截肢 然后在下撤的时候 不小心滑落了100多公尺 滑落100多公尺 在7000多公尺的高山 一般人想几乎不可能生还 对 太危险 运气还蛮不错的 再往前24几公尺 就是垂直的断海 兵壁停住了 运气也蛮不错的 捷克的登山队 跟伊朗的登山队 他们的一个协作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赶快找到我们的队员 然后给他温暖 然后给他打救命针 陪着他慢慢下撤 那我非常感动的是 队员安全的下撤 只有一直感谢他 那伊朗这一位队员 他只有淡淡的讲了一句话 In mountain we are family 在山上不分你我 对 在山上 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那是非常感动的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这几年也救了 非常多的国际队员 还有国际队员 他在我们登山的时候 坠落冰河裂系好几十公尺 那因为刚刚我说明了 我们的队员都要经过 自救跟救人 在那种地形 随时有可能碰到冰河裂系 那你如何去判断 有没有冰河裂系 万一真的让你碰到了 如何救人跟自救 我们把一位国际队伍 掉下去几十公尺 又拉上来 真的 我们也成功救援 成功救援 好几次成功救援 我想这些年 您父亲如果听到 他或许也有看到 他应该会觉得 非常感动的是 因为他想传承给你的 不是赚钱的能力 他想带给你的是户外教育 而且你把这个体现得非常好 你把它传承给台湾的 每一位消费者 甚至是不认识 欧都纳的消费者 还有全世界 对 您做得非常好 我们不单单只是帮助 有训练过的队员 甚至连想要圆梦 没有能力的人 您也帮助过 在之前 您有帮助过 那个哲利天使 郭伟奇 是 对 您帮助他登上玉山 而且你陪着他一起去 那在山上 您觉得他最大挑战是什么 你给他什么帮助 最大的挑战 我给他帮助其实不多 当然就是装备 然后整个登山的预算 整个行程 所有的这一些配套 然后有几位很棒的 在从事生命教育的年轻人 就陪着他 我们就一起上去 然后看到最辛苦的就是 给他最多的应该就是鼓励跟打气 因为他走一下 如果有高地差比较大的 或是有上坡再下坡的 他的抑制会掉落 掉落之后 他就必须要再把它装上来 那他的一支是从膝盖这边是截断的 所以要抹上凡士林 再加上一个袜套 然后再把一支装上去 那就这样到了快登顶的时候 快登顶那五十公尺 那个石头都是非常大 所以那个动作就很困难 对啊 连我去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健全的时候 我都需要在那边手脚并用 他那个真的很不简单 我就跟他讲 他都已经掉那么多次 都已经磨到破皮 都红肿了 我说 围棋 这样其实真的已经算登顶了 再上去这个真的太 太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 然后他就掉着人内 他掉着人内就 我要上去 就已经看到顶峰就在那边 那我们只好就陪着他继续上去 那终于他也成功了 就带着他阿公的相片 跟他的阿公说 阿公 我登顶玉山了 其实我想不单单只是您帮助他 您在帮助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您得到更多养分跟感动 对 可以让你走得更远 对 在过程当中 的确是 台湾这么美好 所以我想推动小百岳玩灯 是很美好有意义 又是一件甜蜜的负担 那刚刚谈到700个人玩灯100座 那有好几千个人已经玩灯50座 我们下期见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